6月8号 四川八中市在今年高考结束当天傍晚 发生万人堵路抗议事件 一名参加完高考的学生骑着电瓶车回家时 途中遇到交警拦车罚款 学生因为没有钱遭到警察的殴打 因而引发围观民众堵住交通要道抗议 官方最后出动特警镇压 群众于6月9日凌晨2点逐渐散去 四川八中市8号下午5点多 高考刚结束 一名考生骑着电瓶车回家时 遭到交警拦车罚款 据网友披露 学生因为没钱 警察就出手打他 学生报案后又反遭警察上手铐殴打 因而引发围观民众愤慨 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就是拉车起来了 说这场面那是挺大的 我们就说人很挺多的 大家都拥在那儿 有民众向大纪元时报透露 现场抗议民众拦住一辆经过的警车讨说法 有人朝警车丢职矿泉水 鸡蛋 回观民众越来越多 到了晚上9点已聚集了上万人 官方出动防暴特警到场镇压 并将砸警车玻璃的几个学生摁在地上打 打完后还把学生拖上车押走 警方甚至封闭当地一座大桥 防止事态扩散 抗议群众直到9号凌晨2点才逐渐散去 9号下午 本台记者打通八中市交警宣传科 询问事件的起因 接电话的人员否认因为取缔学生而引发群众抗议 但拒绝进一步说明 八中市当局则对外通报称 当天取缔的是一名待业人员 网友说 现在有些警察不把维护安定秩序作为己任 倒把恋财扣人打人作为己任 实属本末导致 有网友则认为 这已经不是警察问题了 而是党作风的问题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同流合污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广德采访报道